主料,鸡蛋5克,低筋面粉85克,鲜牛奶40克,辅料,色拉油40克,细砂糖90克,准备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将面粉过筛下进过两边工具,电饿打蛋器,电子炒,8寸活地蛋糕磨1个,橡皮瓜包1个,不锈钢盆2个,蛋白,蛋黄分离, 准备两个不锈钢盆,深一些的,剩蛋白的盆要保证无油无水,用电动打蛋器,打到成鱼眼泡状的时候,加入1%的细砂糖20克,继续搅打蛋白开始变浓稠,泡沫变得比较密的时候,加入1%的细砂糖,再继续搅打,蛋白比较浓稠,表面出现纹路的时候,加入剩下的1%的糖, 再继续搅打一会,当提起打蛋器,蛋白能拉出弯曲的尖角的时候,表示已经到了湿性发泡的程度,如果是做戚风蛋糕卷,蛋白打发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,我们制作的常规的戚风蛋糕,还要继续搅打,提起打蛋器的时候,蛋白能拉出一个短小直立的尖角, 证明已经到了干性发泡的状态,此时停止搅搅打,把打发好的蛋白放入冰箱冷藏保存盖上保鲜膜,制作蛋黄糊, 建五个蛋黄加入30克细砂糖,用打蛋器轻轻打散,不要把蛋黄打散,在打散的蛋液里加入40克色拉油和40克牛奶,搅拌均匀,在蛋黄混合物里加入过山后的面粉,用橡皮刮刀轻轻翻拌均匀,不要过度搅拌,以免面粉起筋点,剩三分之一,打包好的蛋白到蛋黄糊中, 用橡皮刮刀轻轻把蛋黄糊翻拌均匀,从底部向上翻拌,不要划圈搅拌,以免蛋白消泡,翻拌均匀后,把蛋黄糊全部倒入成蛋白的盆中,用同样翻拌的手法翻拌均匀,直到蛋白和蛋黄糊充分混合,将混合好的蛋糕糊倒入模具,抹平,用手端住模具在桌子上用力震两下,把内部的大气泡震出来, 放入预热好的烤箱,上下火170度,约45-50分钟即可,出炉后的戚风蛋糕第一次做,表面有点小叶纹,烤好的蛋糕从烤箱里取出来,立即倒扣在冷却架上直到冷却,然后,脱模,戚风蛋糕整体效果,可以切块享用,也可作为基础蛋糕坯,用来制作表花蛋糕,切开后的效果, 是不是很细腻呢,想吃一口,自己DIY了一下表花蛋糕,同学们也来试试吧,烹饪技巧,制作戚风蛋糕,如果没有足够的经验和专业知识,不要随意调整戚风蛋糕的配方,成功的戚风蛋糕,不仅仅是外形完整不回缩,且应该拥有如云朵巴细腻的质地, 以及极其松软细腻的口感,这比完整的外形更加重要,戚风蛋糕的成功关键有两个,其余是蛋白一定要充分打发,其二就是蛋黄糊与打发的蛋白混合,到时候一定要注意手法,避免消泡,制作戚风一定要使用无味的植物油吗? 绝不可以用花生油,橄榄油这类味道重的油,否则会破坏戚风清单的口感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